第一次給朋友觀看時 人們就問為何這個表面這麼舊 我告訴他們其實這隻都是70年代的Speedmaster Mark II 一個賽車Racing表面 他說為何一個殼這樣 好像是新殼一樣 外面整個殼換了 其實我有一個朋友在Omega 將這隻Mark II做了全服務 Omega的師傅告訴他這些叫做Laser打磨 其實我不太知道是甚麼狀態 但原裝衫 大家看看 錶殼上面的放射紋都撿出來 大家都很注重的骨全部都做回 整隻手錶就好像新錶一樣 有時候都會覺得蠻嚇人的 有香港有部份的公司 就會拿些錶去大陸做維修 儲存就一樣是這麼金 幾千元幾千元 有時候是找個 接收錶 但師傅就不在這間店裡 反而我覺得這隻Omega的服務 收得貴是終於令我理解的原因 現在一隻Speed Master的打磨 再加這個Service可能都要4-5K 但百物騰貴 就算找普通街邊師傅 現在的價錢都不是這樣 有時候小問題就是街邊師傅 有時候這些舊錶 不要說翻身 舊錶做全維修 都是相信一些大的公司 不過有各種的人 有些人喜歡帶殘懷舊 有些人喜歡鶴形 更漂亮 見仁見智 這些威省的手錶其實 挺過癮的 想回以前Omega的時代 即是舊的Vintage 即是畫時代 現在要復刻這些樣子 現在有沒有一些錶面 或者錶樣是一種經典 大家可以想一下 有什麼品牌出了一些手錶 在幾十年之後都有人喜歡 多謝大家